紫月 看 这是我亲手打下的江山 对啊 就剩下这几棵树了 你不懂 有一句话叫 韩寿在上 天下我有 虽然我现在身无分文 无权无势 但是我活得逍遥自在 一点生存压力都没有 痛苦 韩寿真是全武城 派来入队的 自己都自身难保 咱们可能还保护女人 你是不知道她有多力啊 对呐 你干个表面 那你 你身子这么弱 怎么还在外面吹风 稍先吃水果 甜不甜 甜 家里的厨子都走了 我让白杰去外面酒楼 买了点吃食 你尝尝 合不合你胃口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 这多浪费啊 你也知道现在咱家的情况 有上顿没下顿呢 要是 你放心 以我的资产 养你还是绰绰有余的 你的资产 我说你是嫁人吧 是聘礼 这不对吧 绍军从全武城带来的小金库 你要说这嫁妆 我当然是没什么好说的 但你要说这是聘礼的话 是不是得给我 说得对 兽军 三思啊 你这是想管我的钱 没有没有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只是想搞清楚 这是聘礼呢还是嫁妆 白琪 去把账本拿来 嘴上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嫁妆就嫁妆吧 只是有一点 既然我把账本交给你了 你是不是该改口叫我扶军了 什么 没关系 三公主尊贵惯 不必勉强 我曾经在一起 你这种是聘礼的 我还不需要 我不是说 他在家里里 我不是说 你太不承受了 我不是说 你不是说